对于即将毕业的西北工业大学大四留学生李浩宇而言 婉拒其他城市企业抛来的橄榄枝 选择在西安扎根创业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 多年的学习生活令他对这座城市难以割舍 我从18年开始学习关于中国文化、中国境界 然后因为我有一个堂哥他在中国学习 他给我介绍了很多中国的特色文化 然后他建议了我过来中国学习 考试考完以后我从中国的一个著名的学校拿到了 他们接受我的 所以他们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然后我确定过来中国 在西北工业大学求学期间 李浩宇学习了工商管理等相关内容 在代表学校参加多次大学生创业大赛后 李浩宇产生了毕业后开商贸工资的想法 在考察了中国多个城市后 李浩宇最终还是决定在西安开始自己创业的第一步 我觉得西安是比其他城市有一个最大的要好处是 这边生活费用和费用没有那么高 比如说光州深圳你开企业的话 那边办公室的费用还有找人工资非常高 但西安的话这边大学也很多 这边新年的工作人员也很多 所以在新的条件 新的创业环境很不错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 就是在这里有一个中午办理 对我的公司计划 五六计划很有趣的 很方便的 李浩宇告诉记者他在西安游览了中古楼 大雁塔等名称古迹 更了解到了西安在古丝绸之路中的作用 李浩宇表示 中国和中亚国家在古代有很多商贸往来 现在自己投身国际贸易行业 仿佛也是在致敬先辈 目前我们公司规划就把中国产品运到其他国家 比如说我的国家 乌兹别克斯坦 还有其他中亚国家 首先可以开始从简直产品 因为从中国的简直产品质量和价格挺好的 所以我觉得他们在我们的国家很好买的 但做的最大的梦想是就是买到中国的新领域 其实到我们的国家和其他国家 因为最近中国的新领域其实创作很好买的 最近一段时间 李浩宇一直关注着中国中亚峰会的相关信息 他希望这次峰会的顺利召开 能给青年创业者提供更多机会 让西安成为创新创业的热图 这个峰会我等待很多事情 比如说目前从中国很多人去旅游我们的国家 还有乌兹别克人也正常过来中国学习 一边学习一边做生意 这峰会以后我希望很多中国人去我们的国家 互相留约和发展 我们的贸易很提高